大陆股市连续下跌除了经济本身不景气等客观因素 有评论认为前中共党魁江泽民贪腐集团 利用手中掌握的巨额资金操控股市 把股市变成暴涨暴跌的风牛 请看我们的报道 截止到6月19号 上周大陆股市经历了7年多来表现最差的一周 上证宗旨一周累计下跌13.3% 而在6月12号 上证指数曾经创出2008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超过5000点 深圳宗旨相对6月12号创下的收盘记录高点3140点 下跌了12.7% 这次全面下跌行情起始于中投证券的股东 中央汇金5月26号 减持公行和建行的股份 随着汇金的减持 户指放量下跌321点 创下年内第二大跌幅 被称为528惨案 中投公司也被指与江泽民家族关系密切 除了与江氏家族联手做生意外 据报道 江泽民孙子江志成的博裕资本 其中一个资金来源就是全球最大私募股权基金之一的黑石 而中投在筹备阶段就向黑石投资了30亿美元 而全国社保基金前任董事长戴香龙 被称为江泽民的金融大管家 去年刚刚卸任他的女婿车锋被称为香港股神 6月2号被专案组带走 此前香港上市的三只股票离奇腰斩 在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下台前 外界就盛传江泽民为了给自己留后路 大量向海外转移外汇 北京半月潭杂志曾经披露 中国贪官使国家外汇流失了2000多亿美元 而江明恒被指为贪官之首 另外江明恒的中国网通等公司直接在美国上市 江明恒公子江志成的博裕资本也在香港注册 而在上周的大陆股市大跌中 外资撤离迹象明显 澳新银行最新数次发现 上周投资者从中国股市撤资21亿美元 此前一周撤资71亿美元 这一现象引起关注 去年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局长李亮被查处时 财新网旧城透露 李亮涉案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 而令完成与江明恒的中国网通有商业关系 在这里